家常五花肉 按广业这种做法就够了 暖烂入味 红烧肉做的好吃不好吃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肥而不利 如何去除它多余的油脂是关键 我们用萝卜焯肉 来去除它多余的油脂 锅中水热了 换几片生姜 到了福建老酒 就去这个肉的腥味 把这个肉煮到这个筷子 轻轻地擦一下 可以擦过去就可以了 用刀 表面上给它刮一下 用这个松豆筋 在肉皮上给它搓几个洞 这样子的 它等它过油的时候 它会取这个皱纱 还有它在烧的时候 它会更加入味 没有这个松豆筋 用了牙签也可以 要切成方块 切好了五花肉 给它吸干水分 锅烧油至六成的 放入五花肉 炸至金黄 捞出 泡入热水 去掉多余的油脂 可以了 捞起来 另外起锅 锅烧热 放入山辣油 倒入冰糖 炒糖色 好 倒入开水 倒出来 换入葱姜 煎香 倒入福建老酒 倒入五花肉 倒入刚才炒好了 糖色水 倒入开水 盐 生抽 老葱 倒入冰糖 倒入冰糖 我把我们总结的经验 跟大家一起分享 但不代表我们都是对的哦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含 大火烧开 然后转中小火慢慢炖 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要想甜先换盐 要想甜先换盐 好 我最后加点陈醋 蒸虾解粒 好